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表示 通过这些年服务社区已经对华人社区非常熟悉了 华裔是纽约市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投票选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公益维护官的作用就是为全纽约市市民发声并解决问题 如果他当选一定会注重华裔社区的发展 尤其是针对纽约市年长阶级 我有一个组织的计划 让这个公司更加适合 发表完讲话之后 石葛敬和其夫人一一与正在用餐的老人们握手 并询问他们食物是不是合他们的口味 他也打趣到麦丁城社区的食物是纽约市最好的 石葛敬本次的竞选对手是詹姆士 复选投票将在10月1日进行 华为电视记者赵璐纽约采访报道 大纽约松柏爱心会27日周五 在纽约乔教中心举办庆祝中秋节餐会 并为在9月份生日的祈老会员庆生 包括乔教中心主任张景南 市议员顾雅明代表 以及众多的社区人士与祈老们同乐 会长王玉英特别为祈老和嘉宾们准备了月饼和蛋糕 近200位祈老一边享用丰盛的午餐 一边与好友欢喜的庆祝中秋佳节 场面温馨热闹 接下来请看一组社区简讯 或纽约乔教中心主任张景南 市议员顾雅明代表陈铁辉 乔团代表黄开荣 林在传 李芳 周延霞等嘉宾纷纷出席活动 并向祈老们贺解 也祝福祈老们身体健康 会长王玉英也感谢市区各界的支持 让会员祈老们在中秋节一起开心聚会 会中主门单位也特别为祈老和嘉宾们准备了月饼和蛋糕 也为在9月份生日的祈老会员庆生 与会者一面高唱生日快乐歌 也一面欢喜享用午餐 场面温馨而且热闹 为了帮助华裔移民解答健康保险所遇到的问题 由国际银行及台湾东吴大学美东校友会 共同举办的一场健康讲座将在10月5号下周六的下午1点在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举行 将由大都会保险公司财务顾问沙勒文主讲 并由大都会保险公司业务经理曾宾文继续翻译 主办单位之一的国际银行执行副总经理胡石工在记者会中表示 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将在下个月全面生效 由于美洲的保费及推行详情各有不同 这项制度的改变将对个人及企业造成影响 许多民众都无从了解也不清楚 为了服务社区民众决定举办这场健康讲座 邀请专门研究健保人士到场为民众解答问题 欢迎社区各级人士踊跃出席听讲 此外 慈禁基金会纽约分会将在10月6日下周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在法拉圣喜莱登大饭店二楼举行爱心健康日 全科一诊及免费流感疫苗注射活动 据介绍 这场健康日届时将有中西医23个科别 42位医生及上百志工参与 现场除了免费健康检查 还有提供50岁以上民众免费流感疫苗注射 并有多长的保健讲座及骨髓捐赠登记 其中流感疫苗限150名 依报到顺序注射 需要出示有照片证件来证明年龄 如有红蓝卡 白卡保险者应该携带健保证件 此季基金会纽约分会也鼓励民众参与骨髓捐赠登记 参加者只需进行简单的口腔粘膜取样 活动地点喜来灯大盘店地址为39大道135-20号 询问电话为718-888-0866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 纽约采访报道